接著到二十四課的第二個部份 就是關於Molecule的形狀 大家一看就已經看到在這個表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以及形狀叫什麼名字 這些什麼Electron Domain和洞皮 我們稍後都會看到 因為我們一向學的Molecule 我們都是學平面畫的 無論你學那些Organic Molecule 就是一條很長的鏈 那你就覺得它是一個平面 或者它即使動一些 不知什麼CO double bond 又動一個CL出來 大家都是在一個平面上去看它 但是在真相來說 它並不是平面的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用微星來做例子 我把一個微星的Electron Diagram畫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一向畫的 微星的Electron Diagram 它的樣子 如果它的Structural Formula 就是四顆棍 我們會這樣畫 CH4 好了 這個形狀很合理 Structural Formula 但如果大家看筆記 我的CH4是這樣畫的 而Molecule的名字 我們會叫它Tetrahedron 那為什麼會有一件這樣的事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一個Molecule的形狀 我們要畫到這樣 如果你FORM3有問過這個問題 我就會跟你說 就是因為這些電子 它是negative 那這些電子就會盡量令到自己 排得比較開 我們不會把CH4畫到這樣 不會把4個H這樣放 我們會盡量放開4個H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會畫到CH4是這個樣子 就不會畫到這樣 同樣道理 大家以前畫NH3 有些同學都會問我 為什麼周SirNH3要這樣畫 為什麼要這樣畫 我畫三角形 行不行呢 那都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就是為了要盡量排開 那幾個 這裏 4個電子 盡量要令到它分得越散 越好 但如果去到這個位之後 同學就應該要再 再追深一個步去想一件事 就是 如果要4個電子 它盡量距離得越開越好 其實 就這樣平面的4個角 就是每個 每磁波相差90度 是不是就已經排得最開呢 答案是不是的 答案呢 就是它兩磁波之間的差距 要是109.5度 是距離得最開的 那我講這裏大家一定不明白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 simulation 好 當如果4對電子出現在 一個carbon的周圍 我所講的109.5度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怎樣看這個 Structure 這裏你發覺多了兩個不同的樣子 這裏就是正常我們所講的 就是Covalium Bond 這支是一支CH Bond 即是等於這一支Bond 旁邊那支也是一支CH Bond 我們正常這樣畫 即是代表這支Bond 你可以幻想 即是等於它是在紙上面 它是在紙上面 如果是一個深色的CH Bond 即是它是突出紙面 即是說這一支CH Bond 就是代表這一支突出來的CH Bond 那這裏後面的這一支 就是代表它是在紙的後面 這個突 這個就是在紙的前面 所以虛線就是紙後面 實 實粗線就是紙前面 虛線就是代表這支後面的CH Bond 所以其實這個molecule 如果一個carbon裡面有4支Bond 它是一個3D模型 可以嗎? 這兩支Bond 放了一下 這一支就是在CH Bond 在紙面 這一支CH Bond 也是在紙面 這一支CH Bond 就是突出紙面 後面的那支CH Bond 就是套進紙面後面 這個才是真實 如果我們想令到這裡 4對電子 盡量分得最開的話 就會以一個這樣的形狀組成 我們就會說這個形狀 就叫Tetrahedron 所以回到這個桌上 你就會見到 這個CH4的蜜蜜 我們以這個樣子去畫 而我們會說它是Tetrahedron 但同樣道理 我們旁邊會見到 另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是NH3 但是Molecular shape的名字不同 叫Trigonal pyramidal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馬上看看 一個NH3 一個Nitrogen 上面應該有5粒電子 2,5 Hydrogen是1粒電子 所以一個Nitrogen 會share 3粒電子出來 中間的Nitrogen 就是Octect 它不可以爆Octect 因為它是Period 2 這個概念 大家應該會知道 所以如果我們以前學 它的Structural formula 我們就會這樣畫 這裡一個圈圈 兩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反映著 或者等於這個樣子 或者你這樣畫都可以 這個就是用來Indicate 它的Lone Pair Electron 在這一課書裡面 Indicate這個Lone Pair Electron 其實都重要的 因為它會幫助到你 去想清楚它的形狀是什麼 如果在這裡 同樣有4對電子 同樣有4對電子 這4對電子 如果它要分得最開 它會好像剛剛這樣 那4對電子 每一個都大約是欠109.5度 大約都是109.5度 差一點點不是 但是不要緊 我之後再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 大約都應該是欠109.5度 但是你會看到 這個Molecule Shape 我們說它是Trichinal Pyramid 為什麼呢? 大家只要一畫出來 大家就會明白 我們同樣這樣畫 這個是在紙面上面 然後它的Lone Pair Electron 它又是在紙面上面 一支Hydrogin NH bond凸出來 一支NH bond 是套進去 如果我們畫出來 這個樣子 就應該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Lone Pair Electron 它在Molecule裡面 其實它不是很 即它不是很有形狀 因為我們通常說 Molecule的形狀 都會說那顆 有Atom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跟剛剛CX4不同了 剛剛CX4 它是真是一個正四面體 所以就是一個Tetrahedron 但這個就好像正四面體 它沒有了上面的一個彈彈感 就好像一個金字塔被人壓扁了 我們就會稱呼這個形狀 就是Trichinal Pyramid 應該都是三角錐體的意思 但是它是壓扁了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形狀呢? 我們就看到筆記裡面 它那個Electron Pair 的Tetrahedron 都依然是Tetrahedron 但是它的Molecular shape 我們就會叫它做Trigonal Pyramid 所以大家應該在這個位置 你要分清楚兩件事 就是你要數到它的電子的對 究竟有多少 或者我們叫Electron Domain 因為它有時候不一定是計一對的 有時候譬如一個Double Block 我們都算它做一個Group 所以我們會叫它 它都是四個Electron Domain 所以它那個電子的排法 都會是Tetrahedron的排法 但是那個Molecular的形狀 我們就是看那顆Atom有多少 就不算它那些Lone Pair Electron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Case裡面 NH3 我們會說它是Trigonal Pyramid 那麼我們 因為講開四個Electron Domain 我們就講完最後一個例子 就是講水這個例子 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去理解它 如果用水來做例子 一個Oxygen 它有六個Ultimal Shell Electron 因為它是26 它會share兩顆電子 給兩個Hydrogen 從而得到Octet 如果我們把它變回 Structural Formula 就是OHH 然後應該有兩個Lone Pair 因為它這裡 總共有四對電子 或者我們用回這裡的Terms 有四個Electron Domain 所以它那個電子擺位的方法 應該是這個樣子 應該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它四對電子 如果要分到最開 就會不是90度 就是一百零幾度 所以我們畫了它出來的時候 就會是這個樣子 但是大家剛剛應該有聽得明白 聽我說什麼呢? 就是這兩個Lone Pair Electron 我們是不算它做Molecule的形狀 所以它的形狀 依然是一個V-shape 依然是一個V-shape 就是這兩個O 然後一支H凸出來 一支H凸進去 所以它的形狀 我們就會說它是V-shape 或者它有另一個名字 叫Banded 應該是扭曲 屈曲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水的形狀 四個Electron Domain 是最普通的 因為我們生活中 會接觸到的 很多都是Organic Compound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有四個Electron Domain 所以就教大家四個 如果用大家的書 很快地看一看 其實那些圖都好看 當然 Electron Diagram Structural Formula 還有它為什麼會叫Tetrahedron 就是我們這樣看它 就是最外面 那四顆Hydrogin 畫了一個這樣的Concon 所以它的形 Molecular Shape 我們就會叫它Tetrahedron 如果是Amonia 因為它上面這個 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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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這個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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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逐个逐个来讲一讲 首先Linear的就是最简单的 因为它只有两个电池 有什么例子呢 就是这里CO2或者BEF2 我们画一下CO2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carbon在这里 它会share两粒电子给oxygen 这里也是share两粒电子给oxygen 大家就会想 这里有四对电子 理论上它好像分得最开的时候 它还是要踢在这里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数的 我们这个Electron Domain double bond是计算一个 所以它只有一粒 这里有另外一粒 即是它有两个Electron Domain 它有两个Electron Domain 两个Electron Domain 因为电子之间有排斥力 它都是negative 它要分得最开当然是对着 所以如果它是两个Electron Domain 它就会是直线 它会是直线的形状 Linear是令到它的能量最低的 两个Double Bond刚刚对着了 那有没有其他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BEF2 这个例子有点特别的 我们下一课会再详细讲一讲 这个那么特别的例子 但是Anyway 在这个位置大家就要留意 就是很多你看下去以为是直线的Molecule 其实不是直线的 譬如什么呢 譬如刚刚说的H2O 我们以为一个O两个H 分到最开自然就应该是直线 你没有数到它那两个Linear Electron 还有没有其他例子呢 譬如我们之前有提到的SF2 SF2你看下去也是觉得它是Linear的 但是你想真一点 一个SF2它应该是有两个Linear Electron 所以它应该是V-shape 所以这些位置同学就要留意一下 一定要数清楚 知道吗? 然后就到三个Linear Electron Domain的例子 有什么例子呢? 我们上一课有提到BF3 这个Non-Optech Molecule 它因为有三对电子队 它有三对电子队的话 它如果要排到最开三对的话 就刚刚好是120度 所以如果它三角排开刚好120度的这个形状 就是Trigan Opainer Trigan Opainer 即是三角平面 三角平面 Trigan Opainer 就已经是分到最开的了 你不可以再咬上去的 有一支 这个是Non-Optic的例子 Optic的例子有什么呢? 我们之前学过的Carbon它有Double Bond 这个例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一块是甲存 我们以后都会再学的 但是它的Electron Diagram就是这样的 一个Carbon它上面有四粒电子 它会和Oxygen share两粒电子 和Carbon又分别share一粒电子 你数到中间这个Carbon是Optic的 但是我们因为这个Double Bond 都是计一个Electron Group 所以它total外面 都有三个Electron Domain 三个Electron Domain 所以它分得最开 就会是以Trigan Opainer 这个形式存在 这个就是Trigan Opainer的例子 再有没有其他例子 就是5个Electron Domain 或者6个Electron Domain 都会是如此类推的出现 我们就这样看看这个样子 有点难看 直接展示个Model给大家看 如果是PCL5 我们就这样画个Electron Diagram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没问题 但是它5对电子 如果要分到最开的时候 它以什么形式存在呢? 首先它有两种不同的Chorine 第一种就是这个 在上下的 上下两支的Chorine 然后中间就有三支Chorine 中间的三支Chorine 就是以平面三角的形式存在 它就可以尽量令到 5个Bond分得最开 所以是有些近一点有些远一点的 因为近一点这两支 你就会明白它应该是90度 远一点这两支就会是120度 没办法 它尽量分到最开就是以一个这样的样子 这个我们的名字就会叫Trigonal Bi-Pyramidal 这个Bi的意思就是双 中文应该是译造三角双椎体 类似三角双椎体 三角双椎体这样的名字 我给大家看一个3D的 那就是这样了 中间这两支就是上下垂直洞下来的 然后中间有三支就是以120度相差的一个三角平面 所以这个形状就是尽量令它分得最开的 这个就是一个PCL5的样子 OK 那如果有6个Electron domain 那就不是Trigonal Bi-Pyramidal 就是Octahedron 那有什么例子呢? 这个就是SF6 那我们上一课书都有讲到这些例子 就是它会爆Octech的 那PCL5和SF6都是爆Octech 那它的样子是怎样的呢? 我们立刻看看 如果以Electron diagram来看 就是很烦 就是因为画太多了 我都不是很想画 但是如果以Structural formula来看 就容易一些 就是垂直有两支F的 然后中间有四支F 两支突出两支粒入 中间呢 因为它因为是正六面看 所以它无论怎样转都好 它都会转到有四支是一样 就是四支是一个平面 就是无论你是打直那个看 打横那个看 你都会看到的 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3D形状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3D model 那这个呢就是SF6 那个3D的形状 正中间呢 黄色这一粒是Sulver 然后呢 外面四粒就是Foreign 上下也有两支Foreign 那因为它是正六面看来的嘛 所以无论你怎样转呢 就是或者我这样转都好 其实你怎样转都好 你都会转得回它是一样样的 那这个呢就是Octahedron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 OK 所以最后总结 这二十四货呢 其实呢就很简单而已 你就是要学会呢 这个Molecule 是会有Non-Octect的例子 例如有BF3 PCL5 SF6 那如果它要超过Octect的呢 它一定要Period3或者以上 它才可以超过Octect的 那这个位置大家留意啦 同时呢 你要懂得怎样呢 去从一个Molecule 它的Structure 它的Formula 去找得回它的Structure 还有懂得画它的3D Structure 出来的哦 那我们呢 或者做一两题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吧 那我就用回BUT的 就是那个Skillbook里面的例子 给大家看 譬如我做这个 SIF4 那我们想一想 SIF和F呢 SIF是284的 F是287的 所以那个SIF 应该会形成四个Colean bond with四个Foreane Atom 那所以他问 在那个中间的Atom 它有多少个Electron Domain呢 就是那个SIF 有多少个Electron Domain呢 就应该有四个Electron Domain 那它有没有Lone pairElectron呢 它没有Lone pairElectron的中间的SI 所以没有Lone pair 所以我们会知道呢 它应该就是中间一粒 然后外面有四粒 那它如果要爆到四个F最散的 就应该是Otahedron 不是 Otahedron 应该是Tetrahedron Tetrahedron 就应该是这样的 Shape of Molecule Name of Shape 就是Tetrahedron 那如果是形状呢 就应该是这样的 形状 那当然啦 如果你想不得快 你可能要画一个Electron Diagram 如果你想得快 就直接画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就画它那个3D形状 记得数星彩 它有没有Lone pairElectron 如果它有Lone pairElectron 是很有可能影响了它那个形状的 那我们做多另外一个例子 譬如这个PCL3 PCL3 那时候你想一想 P是285的 Cl是287的 那因为它是一对三 所以我们会知道 中间的P就share了三粒电子 with三个Chorine Atom 那所以它total有多少对呢 就应该是有 四对Electron Domain 因为P有三个share的电子 和一个Lone pair 那所以它四对里面 再加上一个Lone pair的电子 我们就会知道 P应该有一对Lone pair 有一对share的电子 with CL 然后有一支凸出来 有一支凸进去 那如果这个样子 我们给它的名字 就是Trigonal Pyramidal 那我不写这个名字 那大致上这些货就是这样 然后你要接触一下 不同的形状 你才会熟悉的 那么第24货就是这里 这样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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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